今天用散兵去戴萌新 让他体验散宝极致的嘴臭 那直接原神启动 你好呀需要我帮忙吗 找宝箱 可以 跟我走 真吗 你怎么不动啊 他怎么听到咱们嘴他了 还真听到了 我这个角色的口头禅不要见怪 他站那不动了 看着我是吧 那我直接一个大招 怎么又不动了 他平时也这么说话吗 那可不 狗路过都得被骂两句 还有别的吗 啥意思 那我再给你整两句 啊 今天遇到一个萌新 我们还是要帮忙不 他说认识我 还要我坑坑他 不是吧 粉丝现在都有这批号啦 我不坑萌新的 坑人的事我不干了 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吧 看到没 这儿藏有很多小猫 我还能把他们弄水里 其实我们的姐 有没有任何人做呢 是不是很可爱 喜欢坑是吧 那就满足你 今天用叶兰带萌新 让萌新感受下 什么叫 这就是女王 自信帮帮忙 你好 需要帮忙吗 呦 我们俩还挺同步 没问题 看我一手丝线交织 你很疼 这就厉害了 还行吧 要不带你打个狼 你也想抽 这个可以抽 没原石 没原石还不简单 点击左下角 进入TapTap下原神官服 官方会增送600任石 而且4.0新版本还有活动 有机会可以获得1000元石和周边手办 找不到活动 也可以在TapTap搜原神 点击专情活动 也可以参与活动 还不去充 你来这儿我给你看个东西 来嘛 站我身边给你看 你就是女王 自信帮帮忙 你若爱就来 无爱莫障房 之前带萌新 都是我几下就把Boss瞄了 多没意思 那今天就让萌新也来体验点 什么是核爆 你好呀 需要带你打怪不 打击动数是吧 好 不过需要你的配合 再上安博 打Boss新张眼旁看着 然后我发出指令 立马蓄力攻击打Boss 那今天就让萌新也来体验点 什么是核爆 新年兵活动就不挂活 活完顿了 获娜太大 打击你的致命一击 多长 哟 看来小萌新上瘾了呀 今天带了个萌新 跟我说 萌莉没一个强的 我不信 你好呀 需要帮忙不 这看来是一个纯正小萌新啊 我来带你打 我等你好久了 看来纯正小萌新 打名气很大呀 你朋友 我纯正打伤害还行 你伤害怎么突然变高了 那当然是元素反应了 还打什么 好 今天带了个萌新 跟我说 他十六抽出的散民 看得出来 他很开心 也看得出来 他真的很爱散民 打啥都用他 但你也没必要争取硬打吧 你没发现 你打了半天没掉血吗 嘿 看来这萌新还不懂元素反应啊 那我来教教他 这个角色其实以前叫雷电国风 顾名思义 他需要雷电的力量 等了一天的时候 被雷劈一下试试啊 跟我来 被他劈一下也行 你死定了 你再去试试啊 赶快偷偷地给他挂个一 必须知道的散兵小技巧 如何让你的散兵像这样原地转圈圈 我们只是要找一个未使用过的元素方碑 然后散兵开翼飞上去 双手离开键盘 散兵就会在上面自动的转圈圈 众所周知 我们用散兵在空中攻击敌人的时候 也很容易被敌人连簧攻击 把我们打上天 不过散兵这个暴体气 肯定还是不能忍的 必须以牙还牙 我们这个时候切除群团长 重击把敌人挑起来 散兵建议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敌人也打上天了 这个方法使用很多敌人 还不上线去试试 我不信 看见萌新做饭 你们能忍住不下手 刚进了一个萌新的世界 你进来就看到在做饭 这这么好的机会我要上了 你怎么死的 纳西达可不知道 做个饭子还能死掉 可能是游戏隐藏机制吧 毕竟现实上做饭 还有门西鲜漏的呢 啊还怪真实 我持这个心啦 这模型也太可爱了吧 不行 我得再跟他玩玩 来我这儿 有个大宝箱 哦 嘿嘿 看中 你怎么掉下去的 当然是因为水上风太大吹飞了呀 今天遇到一个萌新 说臭卡歪了莫娜 不想玩了 我跟他说莫娜很强 他说他不信 哎 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他还在我面前展示了一波 一顿操作猛了火 一看伤害250 我都看笑了 走 带他去打个狼王 你怎么打 当然是看我打 莫娜怎么打狼王 那当然是秒了他 看好了小萌新 收起来吧 怎么样 莫娜强不强 现在的萌新这么高了吗 问他需要帮忙不 直接回我一句 不用 谢谢 嘿 还怪礼貌呢 不行 我得留下来看看 萌新怎么不知道我帮忙 那我可以拿点材料吗 偷偷跟着他 看看他干什么 咦 神童 这个我记得可不好拿 这有个神童挺难拿的 看到这棵树没 爬到顶上就拿到了 他去干嘛 咋不拿 啊 啊 啥 啥意思 那里上不去啊 啥意思 那里上不去啊 啊 接受不了的人才该自己粉丝原因 可以 今天带了个萌新 进去看 哟 还有别的大佬 嗯 五十几 那应该都是萌新了 你好 需要帮忙吗 打龙 是什么东西啊 哦 是鬼人窒息啊 你们在一旁看着 我一个人打的就行 小山你不理吗 啊 啊 你是带萌新的 啥意思 五十几就开始带萌新了 啊 你不是五十几吗 算还这么高 今天带了个萌新 问我上面的水地方怎么上去 嗯 你是想要正经的上去 还是想要不正经的上去 过来 你一会在下面顶我一下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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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不正经的方法 说什么呢 这叫游戏机制 只要在拍照的情况下 选择姿势 然后快速出去 蹦一下 在还没蹦起来的时候 再快速的切到拍照 再次选择姿势 我们就可以进入 终极思考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只要让队友停一下 我们就可以一直飞 亨丹确实有很多奇妙的法律 比如每个月前三天 不能放飞飞行物 今天带萌新去个好玩的地方 有多好玩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看到这个洞口没 叫三个银件 跟我来 快就对了 把铃铅按上去 别动 站这就对了 nice 是不是很好玩 上来看看 今天带了个萌新 跟我说 公单的怪太危险了 打不过 那你带我去 让姐看看谁欺负你 这个由安博就能轻轻松松打几十万伤害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你看好了 你安博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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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年一直都是这个强度 不要乱说 预三加很难的 安博生没生 说法练没练 本来以为蓄名的NBC一刀一万七已经很强了 没想到来到凤丹 这里的NBC已经是会元素反应开始打涌动了 今天用那位来特代萌新 一进去就看到他在 啵啵啵啵啵啵啵 你在干嘛呢 用水煮滋它 你拿小水箱不行 让我来 你有气 还需要打什么 沉水鸡鸣 你是故意的吧 小萌新还是太年轻 你很早 我叫你 什么 今天带了个萌新 他问我背上圈圈是什么东西 哎你还别说 当初我是萌新的时候 也好奇这是啥 这是雷神的技能 好好看 你也想要 那给你一个 只有一个眼睛 是吗 那你打一下怪试试 无处动脑 干得上我吗 no 但凡你失误一见 再让你试一次 我不是 哦 强就对了 无敌了 勉强算吧 走 他去哪了 关键我也没想到 你直接去钢狼王啊 还想要更强了 嗯 要不你把安博生满级试试 你一定要知道的可莉小细节 正常的可莉跳起来是这样的 我的可莉跳起来是这样的 没错 我的可莉会翻跟头 我们只要在可莉跳到最高点的时候 长按前进键 落地就会翻跟头 不过 坑功率不高 但我们只要把阵容换成双方 然后再让可莉戴上四方圆点 就可以让可莉一直翻跟头 这个操作 只要是小孩子身材都可以做到 如何让可莉原地灯笼 可莉放异 踩炸弹去跳 施钢攻击 就可以实现灯笼杆了 慢筋头让你一遍就学会 可莉一技能 然后往前走 炸弹弹第三下的时候 快速跳到炸弹上方 利用爆炸冲击起飞 这又可以实现这帅气的操作 你学会了吗 不是吧 大佬连可莉都抽了三命 他咋啥都处啊 既然这样 那我不得去带个萌新 你好呀 需要帮忙吗 哎 他咋不说话 打boss是吧 给你看看我的蒙德轰炸机 火力全开 还要打什么吗 这萌新还挺高冷 怎么可莉不可爱吗 说话呀 说话呀 哟还有琴呢 这是要干嘛 不知道琴不能打队友吗 不是 今天带大佬玩人生 给他整个活 让他讲讲见识 开玩笑 我玩原神两年半 还有我没整过的活 是吗 那你可看好了 看到没 彩虹呀 哪呢 天上呀 哦 忘了你的视角看不见 那你来我的酷克频道 就可以看到我的游戏视角了 他不仅语音和文字聊天支持四端 现在屏幕分享功能也能支持四端了 分享自己的手机或电脑屏幕 不仅支持4K60进度画质 还有国内独有的超低延迟 无论是想让朋友见证你的四连双金 还是抽卡非求时刻 再也不用截图或者录屏发了 赶紧点击随便宜下载 我电脑端搜索酷克 去找朋友抽一把 显摆一下吧 这就是龙王的强度 今天带了个萌新 跟我说这个雷银术是很好看 可惜就是会打人 那还不简单 给你召唤一个打不还手 骂不缓口的原模你要不要 真的假多 一会你就知道了 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 看我给你召唤 出门好累 啊 没骗你啊 你打他试试 哦 一个人很陪我 另一个撒过 谁是放开的手 当知觉没有说 你用一感受 这是和原木玩起来了呀 走 好 好 好 人生 不执着 人生 原来原神是听不见玩家意见呀 这波一键派遣 一键领取 一键批量放入圣移物都有了 最关键的是 抓圣移物再也不用跑那长长的跑道了 我愿称之为开服以来最强优化 这一套优化下来 原来每天需要10分钟上全原神 现在只需要3分钟了 不止这些 还优化了圣移物筛选系统 增加自动锁定和快速解锁功能 角色强化 武器强化 圣移物强化 都进行了更改 地图上的boss还增加了刷新时间 再也不用点开冒险之中一个个的翻看了 真不错 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优化的 今天进了个萌新的世界 先去一看 在火堆里站着 什么意思 我考大风机关 既然这样 我给你加点料 我去 烧了这么多血 人没事 好家伙 那赛诺多少血啊 你好 好请问一下你赛诺的血量是多少呀 啊 多少 下 你赛诺堆了这么多血量 玩起来一定很不容易吧 你你你这是真爱呀 是什么让你爱上了赛诺 冷确实挺冷的高吗嗯 啊 今天带了个萌新一进去就看到他在打气球 不是你这样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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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下五公围快不破 合纸快还很帅 你看着 看到没 起不来根本起不来 这样可以啊 看我的蓄力机给我倒下 是 是 是 如何放出炫酷的万叶技能 首先把武器换成吃骨鱼刀 然后一段平A 二段三段四段 大老说万叶是最有安全感的男人 我无信 最有安全感的不是钟离吗 嗯 我 肯定 在这八年前就说过爱你 只是 你 忘了 我也 没记起 必须知道的 三叶小季节 在万叶拿武器的时候 会有一个小表情 打听 他接不住 众所周知 万叶的异技能 能吸怪 遇风而行 你掉了我 我反自然 你 你 能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暗闇 你 那如果我們放上記錄件 再帶上五個天套 就可以達到安倍快樂 羽狗兒行 說方解憶 嗯嗯 六狗去哪六啊 去他家 這這不太好吧 嗯 嗯 我還很寂寞 連你更在撒破 誰想放開的事 當時卻沒說 你會感受到你 這裡咋還有個華麗寶箱 哦 不是這怎麼進去啊 掃 嗯 嗯 今天大佬來到敵人居然這個穿心臉 然後往這個位置飛 可以看到前面有個入口 進去 竟然來到了寶箱這裡啊 打開開關 還都拿一個成就 草花 你這麼會藏 不要命了 全都一炸完 又到了每年海島版本 可莉大魔王 不是 可莉小魔女 想必跟網言一樣 又會進卡池吧 聽說有一位新角色 優拉也會進卡池 還有本週五前瞻直播的三百元石 我會第一時間放在這條視頻的評論區裡 沒時間看直播的 我也會把重點內容做個匯總 讓大家快速了解 記得插個矛點 來選使用小妙招 如何原地起飛 眾所周知 收集三個蜂種子 會生成一個蜂場 但實際上 只需一個蜂種子 然後濕放同樣元素的技能 也能產生蜂場 這樣 我們就可以帶著蜂種子 在任何地點原地起飛 在你抓金碟時 很容易點到今天神像 強行與神像互動一波 非常煩人 實際上 只要跳一下 就能無視神像 並和金碟互動 因為跳動的過程 是無法和神像對話的 在角色圖鑑裡 可以看到我們角色的獲取時間 翻到最下面 找到暗博 就能找到我們的入空時間 你們不會都知道吧 經過我竹針分析 終於知道 萬葉是如何扛下的無想的一刀 總會有地上的生靈 敢於直滅雷霆的威武 死骨的一擊消散吧 進去的 抽到優拉一定要做的事 待盟星抽度盜氣 利用一技能後搖 可以實現無縫皆兵 還能載人 盟星看了直骨 大老牛 用優拉打個核爆 如果你一不小心抽了個滿命優拉 又一不小心賺五百斤 打BOSS的時候 短翼起手接大招 普攻四下 嘗一下翼 接著普攻之大箭爆發 你就可以輕輕鬆鬆秒個BOSS了 阿媽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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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搞笑 那不太離開了 谢谢观看